1800年前 中华群雄三分天下争夺霸权 刘备的蜀国 曹操的魏国 孙权的吴国 三芒之恒的三国时代 诞生了无数英雄豪杰 他们的事迹一直流传至今 公元234年 属弟刘备驾崩 游军是诸葛孔明率颖的蜀军 正在吴藏元 与司马懿率颖的卫军对峙 但此时的孔明已病入膏肓 他也知道这场战争要输了 失去众多战友 打倒无数强敌 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最后的愿望 是希望来生 能活在不用争斗的世界中 我是NG 今天要来说 派对兰克诸葛孔明 等孔明回过城时 发现自己来到奇怪的地方 有一对穿着诡异的人 没错 孔明穿越到现代日本 刚好碰上万圣节这天 但他哪知道想要穿越啊 还以为来地狱了 就这些奇装异服跟他搭话的人 肯定是地狱的狱卒 请他喝的会烧红的高档酒 肯定是某种地狱酷型 漏人觉得他的酷子造型太逼真了 狂霸酷炫吊炸天 就请他到夜店去嗨一下 扑子可吃懂字打字的音乐 让孔明震惊不已 实在太震撼了 尤其现在正在演唱的歌姬 歌声更是犹如天籁 让他有种被救赎的感觉 一些事物 好像都是如此美丽 等到表演结束后 孔明向歌姬道歉 希望他能穿更多动人音乐 歌姬认为孔明 应该是喝醉的粉丝吧 贴心提醒他别喝太多 就回去霸台工作了 隔天一早 歌姬发现孔明醉倒路边 担惊他天冷会冻死 就超耐死的把他扛回家 孔明醒来知道来龙去买后 才惊觉自己还有心跳 并不是在地狱 是真的来到一个和平的世界 实在太太美丽了 哼哼哼 这样也不错 以他的智力 要来此统一天下 也不是不行啊 哇哈哈 孔明兴奋的向歌姬介绍自己 歌姬也会说自己叫英子 并关心孔明身上 没钱没手机 有办法回家吗 孔明疑惑了 花子手机 并在看见手机后 惊到下巴差点掉下来 这东西这么小 内容却如此丰富 太了不起了吧 之后英子被孔明 烦了整整八小时 解释了一堆现代科技给他听 终于受不了的英子问 如果他真的是孔明 怎么懂日文的 而且依照微居百科所说 他不是早就死了吗 孔明也不晓得怎么会这样 他有其拿过手机查看历史 往事莉莉在目 让他怀念不已 但当他看到263年 说他灭亡 这个他不知晓的未来后 心情整个瞪下去了 熟悉的面孔 已无人在世了啊 英子见他心情不好 拿出吉他唱了首次创曲给他听 优美的歌声 轻快的旋律 温暖的歌词 让他的心情逐渐放松 一瞬间 好像看见了过去的战友 想起当初跟众人的约定 要一起创造 没有纷争的太平世界 不知不觉间 泪水滴滴滑落 孔明向英子道谢 说他的歌声能鼓舞人心 也对这时代的音乐 产生浓厚兴趣 想要见识更多不同的音乐 英子他拜托英子帮忙介绍工作 好在这世界存活 英子超nice 把他推荐给夜店老板 刚好老板是三国迷 对他很感兴趣 还问了一个大家都想知道的问题 为什么要让马素守接庭 孔明也很哀愁 当时蜀国人才不足 需要新的将领 所以想培养马素 如果马素乖乖守好接庭 就不会有事 可惜事与愿违 最终找灰类斩马素 老板觉得他回答得好啊 跟自己聊得有过来耶 管他是不是真的孔明 先录取再说啦 最后孔明用超高智力 轻松胜任调酒师的工作 看起来就像干了十几年的大师一样 英子则利用工作空档 上台演唱了几曲 老板趁机告诉孔明 英子其实很有实力 就缺一个机会 如果他真的是孔明的话 就帮忙英子吧 工作结束后 孔明问英子为什么喜欢唱歌呢 英子说 以前发生过很多事 心情很低落 还有自我了断的想法 被老板救回去后 刚好看到知名歌手表演 被对方的歌声感动 从此爱上音乐 也想用歌声去拯救别人 可这几年一直没有成就 最近渐渐想放弃了 孔明满是信心地告诉英子 已经被他的歌声拯救三次 也希望让更多人体验这份感动 正所谓三顾茅庐 他愿意成为英子的军师 协助他完成梦想 不管是出唱片 还是开万人演唱会 绝对使命必达 尽管命令他吧 然后孔明就开始了 帮英子用音乐政府天下的伟大计划 先带英子去看其他歌手演唱 了解现在的演唱环境等情报 今天的人气歌手 是有十万粉丝的Mia 歌声有爆发力 懂得让观众保持新鲜感 利用舞蹈增加表演丰富度 留声掌握恰大好处 难怪这么有人气 不过可惜了 还是比不上英子的歌声 演唱会结束后 孔明带英子去找Mia打招呼 Mia得知英子是业余歌手后 就热情邀请他 参加这周五自己的演出 就让英子高兴得不得了 竟然得到喜欢歌手的邀约 对方肯定是在给自己机会 因此他开玩笑命令孔明 周五的演出 要让他台下满园 孔明知道对方只是把英子当垫脚石而已 但这种雕虫小技 刚好利用来台高英子的身价啦 演出当天 场地共有三个舞池 观众可以自由来往 Mia将英子的表演时间 跟自己排到一起 应该是想利用不知名的英子 来让自己的舞池更热闹 可惜这太小儿科了 孔明用酒水吸引观众 再用一些神奇方法 将观众强制留下来 成功让英子的舞台下 满满都是人 老板正经问他怎么办到的 孔明笑答 不是观众不想走 是走不出去 在舞池里放出大量烟雾 让照明不断闪烁 降低观众判断力 再让穿着一样的人 倒入口 厕所 通道处 游走干扰 然后设置特别的吧台 影响对方向的判断 让人被困住 没错 这就是传说中 孔明用来对付 国陆讯追杀的 十兵霸阵 加上英子的歌声真的赞 让观众不是真的想离开 这招才能大获成功 反正这一战 孔明轻松取胜 让英子一晚就占了几千份 但这才是刚开始而已 到时粉丝百万千万 也不是梦啊 接着 孔明用英子的照片 收买粉丝 剪辑出超吸引人的短片 然后用这短片 得到了明天的 艺术音乐节表演资格 紧凑的安排 让英子大吃一惊 有必要这么敢吗 孔明不疾不徐说 就是最佳舞台 最佳机会 那初次参加的歌手 给的舞台位置都比较偏僻 动线也比较差 这次英子舞台旁边 还有人期望的独立乐团 Jet Jackie的表演 情况可会是雪上加霜 但孔明早有对策 当Jet Jackie的主唱来打招呼时 就假装器材出问题 没有声音 这就让对方的主唱 信以为真 彻底降低戒心 表演师选择了轻松的歌曲 然后当对方演唱中途 休息想要说电什么的时候 就趁机放出声音语强光 吸引观众注意 让英子唱爆发力强的歌 直接把所有观众拉过来 阿孔明会这么做 是因为早就调查过对手资讯 知道Jet Jackie最知名的歌曲 是Midday 对主唱的喉咙负担很大 他们明天还要参加一场重要演唱会 肯定想要保留实力 所以才假装机器坏了 让对方清敌 抓准时机反杀一波 全部都在预料之中 而会急着参加这场表演 主要是想让英子增加信心 因为就算你再厉害 没有信心去施展也没用 之后Jet Jackie来找孔明抱怨 手段也太肮脏了吧 怎么能这样咧 不过孔明也早有对策 逃出密藏的润猴要请他们喝 轻轻松松就让他们转弄为戏 然后说自己其实是他们的粉丝 把他们从出道到现在的转面 讲了一软 并给了一些音乐上的意见 成功让Jet Jackie怒气全消 还觉得得到了优秀的建议 改口夸赞英子其实很棒 一定也能大获成功 下次再一决胜负 没错 就算赢了 也要给敌人演台阶下 打扰关心 更有利于将来发展 毕竟现在是和平年代嘛 如果是以前的话 就得把对方的人头 摆在舞台上示众了 总之这场演唱会 让英子的名气越来越广 孔明真正的目标也上钩了 那之后孔明会如何帮助英子 真的能让他成为超级巨星吗 就下次再说吧 我猜吼 延到五十集的话 说不定周瑜也会出现 当对手的军师之类的 你觉得嘞 对手的军师之类的